我们常听到这句话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野生动物保护应该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而抵制野生动物的非法贸易则是这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新年一时我国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出了重拳 今天国家理业局和国家海关总署就在广州公开销毁 近年来执法查莫的大量非法象牙 那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本台记者胡俊领 俊领您好 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 今天具体的这个销毁工作会是怎样的一个安排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现在呢就是在广东省的东莞市销毁非法象牙的销毁现场 那么刚才来自国家理业局和海关总署的领导和代表呢 刚刚启动了这个销毁的仪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场 现在我想肯定很多观众和我一样 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象牙集中的摆放在一起 那么我刚才了解了一下情况呢 今天要销毁的象牙总重量达到了6.1吨 按照目前国际上这个黑市非法象牙的原材料的原牙的这个交易成本 交易价格呢 应该是一公斤一万元人民币 那么也就是说 只是按原牙的这个价格来算 今天销毁的这些象牙呢 就超过了6000万 那么专家估算呢 含这些已经加工过的象牙工艺品 它的价值 市场价格要远远超过2亿元人民币 那么刚才我在这个展台上转了一下 看到这个展台的中央呢 是大量的两三米长 人大腿粗细的这些成年大象的象牙 但是在它的周围呢 也平铺着一些很短很细的小象牙 一看就是未成年的右象 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 这些非法盗猎者的凶残和疯狂 刚才我数了一下 这些不是工艺品的象牙原牙呢 就已经超过了3000根 加上周围这些数以百计的象牙工艺品呢 肯定是超过了四五百根 按照最保守的估计 一头象有两根象牙计算 那么这里看到的象牙 就是来自于非法盗猎和普杀的 有至少要超过200头的大象 那么镜头里展现的是这些象牙 但是在我眼中呢 实际上看到的是这200多头 非法盗猎大象的尸体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想肯定很多观众朋友都和我一样 有一个疑问 就是这些象牙 为什么一定要通过销毁的这种方式 这对野生动物保护有怎样的作用 我们来请教一下专家 严董您好 为什么这些象牙要销毁 这表明了像全世界各国表明中国政府在打击象牙非法贸易上面的决心和付诸的行动 第二呢就是向全体的公众来表明告诉大家不要去购买非法的象牙制品携带或者是走私的象牙 第三呢也警告这些犯罪分子不要再去做这个违法的销售象牙的活动 如果一旦被抓住还要受到严惩 那么对于公众来说 这些是不是应该怎么去保护野户动物 对这些象牙该如何去对待呢 非法交易 不要购买这种非法的象牙 就是对大象的一种保护活动 那现在我们现场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那边 镜头那边有两台绿色的大型的机器 就是这次销毁象牙的粉碎机 那么这个粉碎的这种方式呢 和焚烧相比呢 它更加环保 对环境呢也更加的无害化 我们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呢 刚刚把一些较大根的象牙 聚成小段和一些象牙的制成品呢 都投入到这个粉碎机里 现场情况就是这样子民 好的感谢谷军林给我们介绍的相关情况 按照目前看这销毁的进度的话 如此大量的查获的非法的象牙 这个整个销毁工作还需要一段的时间才能完成 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 北京市森林公安就破获了 几起非法象牙加工的重大案件 起获大量的象牙原料以及象牙制品